我們來請教凡宇老師 什麼星座組合的婆媳感情 跟媽媽的小孩一樣 是啊 這真的是考驗 對愛的理解 因為我們跟自己 都有一點處不來 還要跟一個陌生人 變成母女關係 這對我們人來說 是最大的比那種工作 什麼最大的考驗 所以大家有挫敗感正常 但是我們來看看 成功的人他們是怎麼想的 好 來參考一下 太陽上升和月亮 我們看一下第三名 雙魚婆婆和巨蟹媳婦 我這一對很厲害喔 敏感溫柔加溫暖傳統 雙魚的婆婆比較敏感 也是比較溫柔的 但是如果敏感溫柔 放在媳婦身上 你會覺得說 這個很可以惹人疼什麼的 但是放在婆婆身上 你就會覺得說 想太多玻璃心 她的溫柔是不是假的 背後是不是有什麼目的性 然後要考驗我 這會讓人有點怕怕的 但是這個招 巨蟹接得住 巨蟹怎麼接呢 她會覺得說 她敏感 她有點 就是需要人照顧 是不是太孤獨了 還是兒子本來就是比較 男生本來就比較粗心 大線條一點 女生就比較細膩 女生懂女生 其實是更容易的啦 所以這時候 巨蟹本來就喜歡溫暖別人 給別人一些什麼 來讓她覺得有存在感 那巨蟹就會給婆婆溫暖說 沒關係啦 我來處理 像瓊美姐的媳婦 就是巨蟹做嘛 對 巨蟹 對啊 就是我來處理 為什麼呢 因為雙語比較注重感情 巨蟹也比較注重感情 兩者之間是同質性的 同質性比較容易心心相惜 這是有天然的好處和優勢的 那當然啦 溫暖和敏感加在一起 給人的感覺就是什麼 兩個人願意釋出善意 我覺得任何的關係 尤其是婆媳關係 釋出善意 那兩個人就容易有心走在一起 那走在一起 其實有一句話 還是要跟水象行走 他們都是水象嘛 要講婆媳關係 不一定要像母女 我們像朋友就好 有時候這樣放鬆的心情 反而關係會更好嘛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名 處女婆婆和天平媳婦 這一對正厲害囉 處女座的婆婆最厲害就是唠叨 越愛念 對不對 越愛念 但是通常我們一般人聽起來就 你念我 所以你在挑剔我 你覺得我哪裡哪裡不好 你看不習慣我 你覺得我在家是多餘的 你看我就是不如看兒子順眼 通常媳婦就會容易敏感 可是天平的媳婦很厲害 他暗通人性 我們問篤玲哥就好 雖然他不是媳婦 但是你知道 如果今天有個人唠叨你 但他是善意的 你聽得出來嗎 聽得出來 對啊 你今天怎麼穿這麼少 會不會冷 感冒 我就跟你說 上次有講過了 這次還不聽 你會覺得我善意的 還是討厭 不好意思 我也是先忙 還是覺得我討厭 那如果你是媳婦 我是婆婆 我這樣念你呢 你知道他在關心你 對 就是有一種婆婆 就是刀子嘴豆腐型 其實你這個婆婆 常常是這樣 但是天平座的媳婦 就接得住 他就會像篤玲哥剛剛那樣 很溫和的 理性有沒有 這情緒不會被帶走 很溫和說 撥一撥蛋殼之後 蛋黃還是黃黃的 熱騰騰的 很好 那我就不必要 這些形式主義的東西 在那邊糾結了 所以這個厲害的地方 就來自於 天平可以溫柔地對待這個 好像看起來刁鑽 事實上是一個 豆腐型的婆婆 這個就有智慧了 我們可以去 多跟她們學一學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名 金牛座的婆婆 和天蠍座的媳婦 通常自兩位 跟任何星座 或者說跟任何個性的人 都不太好相處 為什麼呢 金牛座的婆婆 也就是看起來 精打細算 非常實氣 什麼都愛 跟這邊顧念說 這個多少錢 我是送給你的 媳婦就會說 所以你覺得是 我不值這個錢 還是你送我太貴了 我要太珍惜了 就這到底是個 下馬威還是疼心呢 分不清楚 那天蠍座的媳婦呢 如果是跟任何人講 就敏感多疑的人 跟任何人相處 都會讓人覺得害怕嘛 但是兩位加起來 就厲害了 穩重實際加耐心毅力 金牛座的婆婆 一般人覺得她穩重是什麼 好聽的話不太講 穩穩地坐在那邊 穩如泰山 媳婦就會錯嘛 然後實際呢 就一直在精打細算 我們家到底是嫁給一個婆婆 還嫁給一個會計 和出哪呢 對 讓人覺得害怕 而媳婦呢 她剛好就有耐心 她有這樣的耐心和毅力 天蠍有耐心和毅力說 你穩重不講話 那我就好好的聽著 然後在那邊不講話 也不搶話 那你今天實際 跟我金塔細算 好啊 因為你那些害怕 我也曾經害怕過 我可以聽聽看 然後看怎麼處理 我有錢就多給一點 我沒有我就多聽一點 是在這種協調之下 有一種融合的感覺來了 如果媳婦願意跟婆婆融合 那婆婆其實是 歷經世事的人 別看她有時候刁蠻 有時候自我中心 但是她是看盡人心百態 你在這種通過測驗的狀況下 婆婆通常都是掏心掏肺啦 對啊 也許比老公還靠得住喔 所以在這裡 大家就看得到 她們厲害的 要嘛就是同質性 一直去強調大家的交集 要嘛就是 我要會理性溫和的 去跟對方溫柔的溝通 最後呢 我要有融合的意識 其實真正的愛啊 懂愛的理解啊 就是要溝通 要有理性 然後要很清晰的知道 我在這個家是什麼位置 那我在什麼位置 什麼角色就說什麼話 我相信這種敬重和清晰的思維 能幫助我們把我們想要的 拿到手裡 穩穩地享受這種幸福 秋美姐家裡 說媳婦也是 妳跟兒子之間的潤滑劑喔 對 因為兒子對媽媽都比較任性 比較會塞性地 你知道嗎 像我媳婦 孫子 要回來我家的話 那因為我們家社區 是要管理員去開 才可以停車 然後要有門卡 才能去接他們進來 所以那我就會 他們出發的時候 我就會問 那妳平常沒有給他們一付喔 沒有啦 因為我單身 我沒人叫了 所以我跟你說 妳還要注意妳的旁邊 妳的婆婆 妳的婆婆的臉 稍微不舒服 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我跟你講 不關我的事 他們出發的時候 我就會LINE說 出發了沒有 然後譬如說 到哪裡了 下交流到了沒有 因為它下交流到 就快到我家了 我就要下去 沒有 沒有 我用LINE 我用LINE而已 妳去賣服衛妝還是怎麼樣 沒有啦... 我賣服衛妝啦 我告訴妳 不好意思 我天真理智 出發了有人 他說不可以走的嗎 你怎麼走啦 我已經交流到 你快走啦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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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如果是這樣的 我跟你講 小美如果是這樣的的話 她就會跟她兒子說 今天妳不用來了 我要出門了 不是嘛 這有這麼冷的對不對 都孫子來 放開那還放得讓人知道 對吧 對啊 所以我就會問 我就要LINE 然後 那我兒子就很不耐煩了 我們兩個孩子 已經很麻煩了 因為要放安全座椅 他們要上車要下車 那以後在那邊LINE來LINE去的 我說她沒辦法 對啊 因為我要下去接你們 我要叫管理員來開門 對不對 不然我一定要問對不對 我怕去讓你們等到對不對 這樣也不行 髒到 我告訴你 不用髒啦 那整個問題是 那邊閃一個人過 今天送披薩怎麼要撈 好 再來 笑到不住了 我繼續說 再來 我就是我跟你講 我很喜歡吃 我很愛吃 那我就是 吃披薩 我不吃披薩 我很愛吃水果 那我就認識很多的果農 譬如說 哪個季節要吃什麼 像再來就要吃水蜜桃了 對不對 然後前面就是吃什麼 芒果 玉核包 對不對 甜飾什麼的 然後我就是 只要我買一箱 我一定會送一箱給我媳婦 我一定要這樣子 那有一次我就是買甜飾 我記得就是冬天的時候 買甜飾 那我已經收到了 可是我問我媳婦 她說她還沒收到 奇怪 那我說為什麼還沒收到 那那天又是假日 對不對 禮拜五沒收到 你就變成要到禮拜一 才能收到 我就怕那個水果壞掉 那我就賴 我媳婦說 那妳要注意 那妳收到的時候 妳要開箱錄影 錄影看有沒有壞 那有壞的話要叫 看是果農培 還是那個宅配培 對不對 那這樣子 我兒子也生氣了 妳買個水果 妳這樣賴來賴去的 這樣子 妳不要買那麼多水果 妳也要提良一下 很少人在製造第三個 那是一樣的 那我就跟我兒子冷戰 冷戰 然後我媳婦就會跟我說 媽媽 妳不要生氣 我有念彥如了 他說 他是一時氣化 他不是故意的 他要跟你道歉 他就會這樣子 就是中間的有緩和氣氛 真的 家裡面如果有長輩 還是要常常陪他說話 對 不然他平常不說話 他有一出門忽然講起來 他會說 那故事很多 你怎麼都說 說不定 你命理疾病 你怎麼說 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